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假恶仇 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一起来践行和守护我们共同的梦想 每天中午12点 感受文化的力量 第三者 理性看破狂欢 叶英 一次重获幸福之旅 宫崎骏获终身成就奖 点击热视店搜索瑞观点 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和您准时相约的文化政务 我是公言 首先来看人民日报的文章 文章针对少儿独物的几个问题 走访了几位业界的专家作家老师 那么这几位分别是儿童文学的作家张之路 天天出版社的社长刘国辉 作家徐鲁与儿童文学评论家李东华 而这几个问题分别是 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有没有共同的特点 在市场化的时代 如何提升儿童文学作品的品质 如何使优秀的作品也成为最受小读者欢迎的作品呢 等等等等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观点声音 说到儿童文学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教育功能 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是这样来评论的 以前我们反对说教的儿童文学 但是也不能把儿童文学变成不要教育的文学 儿童文学中应该有教育的因素 他们需要一支为他们所信服的大手引领 这种引领包括智慧的启迪 艺术化的人文熏陶 儿童文学评论家李东华也谈到了教育的功能 他说不能把教育等同于说教 儿童文学从来都不可能没有教育的因子 只是真正的教育之于儿童的心灵 应该像莫迪落在宣旨上自然的印然 说到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 称得上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呢 作家徐鲁说呀 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我正在重读 而非是我正在读这样的书 这些作品呢 也不仅仅是童年和少年时代里的阅读的记忆 应该是成年之后仍然念念难忘 常读常新的书 说到如何提升原创儿童文学的文学品 徐鲁说的很形象 瞄准星星总比瞄准树梢要打得高远一些 也就是说呀 作家不应该一味的去迎合 辅救市场趣味和商业的欲望 更不应该被市场和出版商所绑架 变成拉低和弱化儿童文学品出谋者 他是这样来评论的 真正的作家依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有引领提升社会趣味与大众阅读水准的使命 目前呢 作家们要有自律的意识 要让自己写的慢一些 写的少一些 写的精致一些 或许可谓提升原创儿童文学品质 带来一点空间与可能 而天天出版社的社长刘国辉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说呀 作家要贴近儿童生活 写出儿童丰富多元灿烂稚嫩 但不简单的精神世界 儿童文学的写作者呢 是成人 本身就与儿童有距离 再不深入生活 那必定会使儿童文学 离儿童越来越远 另外呢 儿童文学的作家和出版人呢 都需要去急功近利之心 把这个急功近利的心 我们尽量的把它避免掉 要精心打造儿童的精品文学作品 最后呢 刘国辉还提到了一个词 叫做爱心 爱是艺术和文学的起点 也是达到成功彼岸的桥梁和船舶 没有爱心 保持不住爱心 不可能在文学创作上 特别是儿童文学创作上 产生文质彬彬的作品 儿童文学出版更是如此 接下来即将点击 网络了解你 首先关注到中国青年报 特别关注的网络的话题 我们已经知道啊 这个电子掌柜也会从认识你 当你登录一家网店 通过你过往的购买记录 搜索过的关键词 乃至于去过的网站 这电子掌柜呢 就很可能猜出你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而且呢 会给你推荐出一些 你可能八百年也不会去搜索 却一见清新的产品 但是你大概想不到啊 他们已经学会了看人下菜碟了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现实生活中那些门儿清的掌柜 会根据顾客的衣着 爆出不同的价格 如今在购物网站门口 迎接你的电子掌柜 也学会了这一套 当然这属于是商业机密啊 然而呢 还真的有科学家 派上三百个志愿者 在不同条件之下感受了一回智能系统的 所谓叫视力眼啊 没听说过这智能还能视力眼啊 给您具体来说 在这次实验中啊 美国东北大学的研究人员 挑了十个美国零售商的网店 和六个租赁汽车和酒店的网站 得到的反馈简人令人觉得是眼花缭乱啊 一家旅游的零售商专门为使用苹果 麦克电脑就是MAC 麦克电脑的用户准备了昂贵的酒店搜索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这电脑本身就贵 对吧 你能买得起这个 所以我们推荐给你的产品 它都是贵的 而家居建材用品的零售商呢 加德宝的网站里面对同一个搜索词 掌柜给用台式机来访的客人提供的平均价格 为120美元的24个搜索结果 而一转头给另一个乘着移动设备进来的家伙 给出另外48个搜索结果 而他的平均价格也要高出 那些一倍之多 可别以为对用户机的客人 他们就会一视同仁 实验表明呢 用安卓系统购物的顾客 平均每件产品的价格 要贵上41美分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针对这样的实验 中国青年文章是这样来感叹的 看看眼前这台沉默寡言的电脑吧 它有多了解你 你真的了解吗 想起来还真的是有意思 我们编织起了无所不达的大网 转而困住了自己 接下来即将点击 电子第三者 如果有人告诉你啊 这移动设备会破坏真正的亲密关系 你会做何感想呢 很多人都会说 对呀 我现在就这个感觉嘛 不用那么怕嘛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你的天涯 我的海角 而是我们坐在对面 而你却在玩手机 就这个意思啊 中国青年报也关注到了这样一个话题 文章举了两个例子啊 第一个呢 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对两万四千对欧洲夫妇的研究发现啊 这个使用社交网络与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越使用越这个社交网络越密切 因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也就是说 越是常在社交网站上观看别人啊 令人激动的生活 就越容易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和轻蔑 图什么许的呢 对吧 另一个呢 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 曾经采访过上百个年纪在18至82岁之间的脸书的用户 那这些人呢 多半相信脸书增加了他们与伙伴之间的冲突 而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啊 如果人们能够通过社交网站联系 那是否见面看上去也就无关紧要了 对吧 但是事实上 见不到对方的肢体语言 更会增加彼此之间的误解 那一句话 人类需要面对面的深入交流 但电子设备正令这一切变得支离破碎 对此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是这样来评论的 科技发达至今 究竟是让我们生活更美好 还是让我们成为他们的附庸 这也许是我们一边享受着进步 一边不得不常常自问的问题了 文化是一种力量 文化是一种情怀 文化是一种影响 文化政策 传播文化 影响中国 下来即将点击 理性看破狂欢 网络购物狂欢 这几个词连在一起 几乎它就叫做双十一 就是成了代名词了 有一个最近在网上热传的段子 叫做双十一的当天 深夜的时候 某小区灯火通明 看门大一看 怎么这么晚都不睡 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只听到了隐隐传来的 啪啦啪啦啪 鼠标滴答的声音 这传达式的王大爷叹了口气 哎呀 你说你们呀 算了吧 嘎 直接把这电闸给拉了 而那一夜 他为整个小区的阅主 挽回了上亿元的财产损失 我们家小区 怎么没这样的大爷呢 这叫良心大爷啊 那晚上我出了血了 反正我媳妇就一直趴在电脑前面 整理着他的购物车 不停的在抢呀 就交不上钱了等等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男性朋友 您的另外一半 也是这个样子 您也跟我有一样的苦闹 虽然说刚才说那个是个段子 但是却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双十一的确已经是很多人的狂欢日了 不管谁有多深 也觉得乐此不疲 那第二呢 对于这样的狂欢 也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表示忧虑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就说啊 说新一轮的双十一节 网购朝市席卷而来 在这场全民大狂欢之中 不花钱仿佛是可耻的 不网购 那就叫辜负青春 花钱找乐子 无可厚非 况且还刺激了消费 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做出了贡献 对吧 但是 看世界上最好呢 要多几个不同的维度 比如说您想一想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篇题为 理性看破狂欢的文章 解读说 开始的开始 是我们过节 先说这光棍节 双十一是青年的创造 四个形单影之的一 就是十一 十一 用于孤独的自愈 简直是天才的设想 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呢 其间所隐含的爱与悲哀的焦虑 等待辽旧的孤独 以及无奈之下的自嘲 都打着鲜明的青春的标示 而且呢 步伐意味乃至于异议 那么怎么 这个狂欢节 这个购物的 应该说这个光棍节 单身节 怎么就成了物质下的狂欢节了呢 文章是这么分析的 这大概是商业的一场养偶 看起来呢 一切都顺理成章 青年的苦闷怎么救赎 物质的安慰最便捷也最贴心 这是消费主义惯用的套路 原来是要找人的节日 现在却最终变成了要找物 青年投入消费文化的怀抱 享受片刻的欢愉 对此呢 文章提示道 不妨在这场购物狂欢中 先历练一番 比如说呢 永远也用不着的东西 就先别放购物车了 接着说文章 他说高仿的名牌再高 也带不来你想要的生活 等等等等 文章是怎么评价的 能在群体正侯中保持一丝清醒 你就赢了 使用工具 而不是被工具使用 控制物质 而不是被物质控制 这大概是现代人 都要面对的人生难题 而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 两个字 理性 文章最后是这样平压的 以理性之眼 看破狂欢背后的落寞 看穿雪片之后的惨淡 然后让节日回归节日 春节体会家国梦 清明慎中追远 中秋望月怀远 而光棍节 我们安静享受孤独 并坚定爱的信念 接下来即将点击 夜莺 一次重获幸福之旅 美国的奥斯卡奖 一直都很受关注 大家除了关心 哪些好莱坞的大片被提名 也期盼着咱们中国的影片 能够冲击奥斯卡的最佳外片 今年呢 电影夜莺将冲击奥斯卡 这部影片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呢 来我们先看看预告片 祝福你 你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进来呀 我就不进去了 你把这个小东西给我孙女 我得去趟巴黎 你们要是真男孩子 不知怎么办好 那我带他走一趟 我不想去 我真的不想去 傻东西怎么不理我呀 六号往前走 不行 我要过来呢 要是坐飞机就好了 我累了 爷爷 给我讲讲奶奶的故事吧 而且要我保证 一定让我带着这小鸟回来看它 它好看吗 奶奶当然好看了 她不想来了 你快去找 这是石头啊 那你说这是什么 快点玩呀 我不想现在回去 我不想现在回家呀 怎么了 从我离开爸爸妈妈的热几天 我就像这小鸟 帮我的笼子打开了 我一下子就飞人出去 爷爷 现在我只想用我的小翅膀 再飞一会儿 这部电影讲出的是 每一个当代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故事 年轻人在大都市里闯荡扎根 身在老家的老人 为了帮儿女带第三代 来到了陌生的城市 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三代人 是各有各的生活 各有各的主意 这家庭成员之间看似亲密 其实却充满了隔阂 电影中的老人 为了兑现多年前与妻子的承诺 准备和一只夜鹰回老家看看 由于小孙女无人照顾 所以也只能一同前往 伴随着一只鸟 一位老人和一个都市公主 并严重的小女孩 就这样开始了一场 回归自然 重获幸福的旅程 这说的是夜鹰的故事 从北京到广西的杨树 电影夜鹰借助广西 美丽的乡村景致 为观众营造了一种 桃花园一般的幸福的幻境 这祖孙俩在山水画般的 秀丽的景色之中 遭遇了迷路 暴雨 崴角 露宿 山洞 等等种种的磨难 远离城市喧嚣 和污浊空气的孩子 一下就扑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就像预告片里所说的那样 我就像这小鸟 帮我的笼子打开了 等一下子就飞人出去 这种对自然的向往 充盈着整部的电影 更重要的是 祖孙两代人之间 开始互相理解了 这小孙女从旅行开始 对爷爷的反感戏怒 到旅行中的理解依赖 再到后来帮助爷爷实现诺言 在这个过程之中 孩子长大了 两代人的感情也得到了升华 这部电影中的另外一个主角 就是画眉鸟 导演飞利浦 这个弥勒特别喜欢动物 此前呢 他曾经指导过一部 叫做蝴蝶的法国影片 讲述的同样的是一个 小姑娘和邻居家爷爷的故事 导演认为啊 动物是连通人和大自然的使者 这次中国艺术报的文章 是这样来评论的 影片给观众一种熟悉的温暖感 夜莺潜藏的暗 是让人们从内心的牢笼里 暂时解脱出来 飞到大自然里 回到自己 的本性之中 更多的感受 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 对生命和大自然予以亲近 这才是人生的阵地 文章还说呀 在钢筋水泥 胶筑的大城市里 疲于奔命的人类 对于性感的体会 日渐枯萎 如何让城市人 重新找回幸福 如何让冰冷的城市 与大自然的美景 和谐共存 法国导演 菲利浦 弥勒的电影 新作夜莺 给观众应该说 点明了方向 我们在这儿 也要祝福这部电影 能够在冲击 奥斯卡的路上 走得更远 像夜莺一样 飞得更高 聚焦时代热点 汇聚评论声音 什么是真善美 什么是假恶仇 什么是值得肯定 和赞扬的 什么是必须反对 和否定的 一起来践行和守护 我们共同的梦想 每天中午12点 感受文化的力量 接下来即将点击 宫崎俊获终身成就奖 好莱坞当地时间 10月8日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在洛杉矶举行了颁奖礼 日本动画大师 宫崎俊被授予了 终身成就奖 宫崎俊的动画片 感动着我 激励着我 同时也帮助我 成为了一名电影 在当天的颁奖晚宴上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首席创意官 约翰·拉塞特 深情介绍了 日本动漫大师 宫崎俊 并将代表奥斯卡 终身成就奖的小金人 颁给了他 而宫崎俊在领奖时 则谦虚地把自己的成功 归功于运气 出生于1941年的宫崎俊 是国际知名的动画导演 动画大师和漫画家 作为日本动画界的传奇人物 他被称为是将动画上升到 人文高度的思想者 同时也是日本动画家中 承前企后的灵魂人物 2001年 宫崎俊的动画电影 千语千群上映 叙述了女孩千群 在面对困难时 如何逐渐释放自己的潜能 克服困境的故事 以约304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6.2亿元 高居当年照访榜首 这位说隐退 说了30年的动画大师 在获得了奥斯卡 终身成就奖之后呢 关于退休这个敏感词汇 的最新说法是什么呢 想继续短片动画的创作 人家还是没真正退休 新闻晨暴 在他评论板块的脱口秀中 有一篇文章 他说呀 短片动画创作 它也是创作 说明呢 老头不老 更何况呢 谁能保证老头不会在创作短片的时候来劲了 就此再创作一部动画长片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龚崎俊 1986年完成天宫之城之后呢 龚崎俊第一次说出了 我要隐退了 我太累了 而1992年他又说 该做的都做了 以后不做动画了 1997年他又说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隐退 而到了2004年 老人家再次说出 累了 感觉不会再爱了 累绝不爱啊 这感觉 而到了2013年 他又说 我又要隐退了 而2014年 他还说 吉普利益都解散了 你看吧 忽悠我们很多回了啊 数一数他说过的 隐退次数轮回和重复 值得庆幸的是 这73岁的龚崎俊 到今天为止 虽然说了那么多次隐退 依然骗了我们 依然在努力的工作 确实没有比继续工作 更有意义的 获得的方式 说到龚崎俊呢 我们会想起 微博等等社交的媒体 隔一段时间 就会爆发一次 向龚崎俊 示爱的波澜 新闻晨报的文章说 这种示爱 其实完全从 另外一个角度证明 龚崎俊 在艺术上取得的 非比寻常的共鸣 换句话来说 终身成就奖 这个领域 在观众的心中 早已经被授予了 听听文章怎么说 龚崎俊 配得上奥斯卡 对这个奖项的定义 从菲林到菲律尼 再到黑泽民 罗伯特奥特曼 龚崎俊 在这份荣耀的名单里 毫不逊色 龚崎俊 打通了艺术标准 与大动审美的沟壑 成为了通俗意义上的 艺术大师 以上就是今天文化正午的全部内容 点击热事件搜索 如观点 我是龚岩 明天见